家常炒鸡 大公鸡剁成小块 清洗干净 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葱姜 倒入料酒 水开后撇掉浮沫 焯水5分钟后捞出 用温水洗净 准备花椒 八角 香叶 桂皮 小茴香 再调个料汁 一勺豆瓣酱 加一勺蚝油 两勺生抽 加一勺老抽 最后再来两勺料酒 搅拌均匀 起锅油热后放入姜片 可以多炒一会儿 炒干水分 再把鸡肉放入锅中 小火慢煎 然后翻炒一下 使鸡块表面微焦 最后倒入大料 翻炒均匀 炒出大料的香味 倒入调制好的料汁 翻拌均匀后 倒入开水 开水没过鸡块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炖煮20分钟左右 再准备配料 一根青椒切成滚刀块 大葱切段 大蒜拍一下 撒入适量食盐 少量白糖提鲜 倒入青椒和葱蒜 翻拌均匀后 大火收下汁就可以了 装盘出锅 美味的家常炒鸡就做好了 这个做法简单易做 味道非常赞 喜欢的话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小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